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宣讲 《入菩萨行文》当中的第二品 也就是说 现在《本论》当中的宣讲 《无诸人供养》 讲这个问题 昨天前面对所有的十方 三世 诸佛 菩萨 法宝 僧众面前供养 鲜花 良药 世间的各种 珍宝 澄清的水等等 就做了这样的供养 那么今天也紧接着讲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讲义里面解释的时候 这样说的 为我高颂的金山等宝山 远离喧嚣溃闹 俗心羽翼的森林 由本身的花度点缀的无比庄严 累累过数 垂摇了质感的妙树 它这里就是说 有几种供品吧 一个是宝山 森林 然后果树 花树 第一个也就是说 微微的珍宝山 微微的珍宝山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应该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 四种珍宝组成的须密山 以及周围有七大金山 铁尾山 在内的所有珍宝组成的这些山王 我们应该在 三宝面前进行供养 就是三宝面前供养 同时除了珍宝的这些山以外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就是珠摩喇玛峰 或者我们平常所说的 高高的喜马拉雅山 同时对于汉地而言 也有四大菩萨经常居住的四大名山 还有像华山 泰山 昆仑山等等 世间的一些有名的山 我们也可以这样供养 以前世界上最长的山 叫做安提斯山 是经过应该七个国家吧 像这样最高的 最长的这些山 世界上最美丽的山 就是美丽山 也就是说 现在美丽玄山是在云南那边 相格里拉附近 应该说是跟西藏附近的地方吧 也有这样的 有人说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作为修行人 经常到这些地方去草山 有山万水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也很难说 因为很多修行人 你学了佛以后 真正懂得佛教的道理以后 以前的一些经常 什么高旅游啊 经常到处流浪的这种心情 几乎都是没有的 很多人想专心致志地 学习内观 这方面很有兴趣的 但也有部分人 可能通过各种途径 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爱好 和心情都不相同的 这样一来也有可能机会 到一些出名的山里面去 那么你到哪里去的时候呢 一方面当然 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 看到一些特别优美的山 或者美好的风景的时候 马上照相机来来 开始拍 这也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 大乘佛教徒来讲 最关键的就是 你看见这些山也好 或者是你听到这些山 或者说你心里面忆念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忆趣供养 心里面把这些 全部想出来 刚才我们讲微微的珍宝山 也我们要供养 真正的珍宝山没有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虽然不是特别出名的 但是经常在藏地也好 在别的地方 也会看见 许许多多的山脉 那个时候自己也应该 马上心里面想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如果这样供养呢 的确功德相当大 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修行过程当中 应该是不能缺少的一种行为 同时这里也讲了 比较寂静的 没有溃闹的 非常有精的圣山 或者是圣灵 圣灵现在世界上 也是有许许多多的 比如说以前像印度 像城乡林 坦乡林 也有许多非常出名的圣灵 也有这样的 那么对现在来讲 也是比如说云南那边的 西装扮 或者像昌白山那边 也有一些好的圣灵 那么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是这样讲过的 我们天牧山这边 也就是说牟田女这边的小森林 也非常好看 尤其是到了春天的时候 到那个小森林里面去 也是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划给女众这边了 一旁男众 出家人不准去的 这是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世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供 以前华智仁波切说 我们《入菩萨行论》里面的 这样的圆影森林 应该有一个就是阿日 阿日什么林 在青海那边有个阿日森林 这个是青海与四川交界的地方 原来我们去上师如意宝 降生的地方 操拜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经过那个森林 那个是华智仁波切经常说 《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 这样的有景森林 应该是像阿日地方的森林一样 我们不管是在哪里 遇到这样的松树林也好 荣树也好 或者是城乡林 什么样的森林 遇到这个时候 我们也应该心里面观想 观想也可以 或者说意趣也可以 然后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应该这样想 同时各种鲜花 掩饰 珍宝的树 或者说我们现在 树果类类的一些 像苹果树 栗子树等等 许许多多的人们 从家园当中也好 或者一些果树园里面的 这些树木划过 看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想 那么好看的果树 马上想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就是一种意趣的供养 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平时不一定是在这里 所谓的森林和宝山 那么我们在路上 看见一些弯弯的消息 或者是轻轻的一些山岗等等 一些美丽的村庄等等 显到什么样的景象 自己觉得是相当的悦意 自己想得很好看 那个时候第一个年头 你要想 哦 特别好看 一定要供养三宝 口里面也可以说 然后心里面也这样观想 这样以来对我们的资粮 自然而然的圆满 所以作为修行人 真的有时候 不一定非要外面 拿好多好多的钱财 或者没有钱的时候 实在是不能积累资粮 没有这种情况 尤其是有些瑜伽士 修行境界比较高的人来讲 也是一切景象 跟自己真正的事物 没有什么差别 一方面 他观想的能力很强 另一方面 他对外面的经营残暴不太执著 以前莲花生大师 来到藏地的时候 当时藏王赤重对增 给莲花生大师 为了报道 他给他们传法的恩德 然后供养很多金子 供养很多金子的时候 当时莲花生大师 一边唱道歌 一边说 我所见的一切都是黄金的世界 不需要你的这一点金子 莲花生大师的广传当中 都是有的 但总的来讲 真的有些修行特别好的人呢 因为我们世间上的人们 外面的金银财宝特别的执著 这就是金子 哦 这个我一定要好好地抓住 那么这个是石头 这个是魔头 这些对我来讲是没有必要 这个之间的执著相当强 可是真正的一些瑜伽士 有一定证悟的人来讲 对他的相续当中来说 没有差别 从这个角度来讲 外境都是不存在实质 所以我们一幻供养 实际上没有差别 应该诸佛菩萨有能力取受 那么我们从世间的一些 外境方面来讲也这样供养 下面就是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它这里是这样讲的 颂词解释的时候 天当世间当中 合成而善法的芬芳香气 成相当土相 能满足众生需要的如意宝 然后其正义宝所形成的妙树 为今给予自然而然产生的庄稼 以及除此之外 值得供养的所有的珍贵食品 包括莲花 点椎咒的琥珀 池塘等等 那么这些当中不断地传出来 天鹅的鱼耳动听的 银长声 这些颂词里面的大概意思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 总结意思给大家讲的话 首先是我们世间当中有很多 比较各种各样的 名贵的一些烧香 荀香 头香等等 各种散发出 铺皮分香的一些香味 这些我们也平时心里面想 自然界当中有许许多多的 比如说橙香 碳香 顶香等等 也有许多的 那么有些人是人共配置的 合成的 有些自然出来 比如说天上的夏天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鲜花 这些它自然都分发出 一些好的香气 那么这些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不管是人间也好 天界也好 龙共当中 凡是世间里面所有的 这些芬芳扑鼻的 所有的香味 供养诸佛菩萨 应该这样心里面观想 至于如意宝树 我们经常也这样讲过 以前人们福报 特别大的时候 也有众生的福报 而形成的如意宝树 然后三十三天当中 也是有他们的善业 而形成的 也有如意宝树 这些如意树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供养 那么现在真正的 这样的如意树没有的话 世间上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些 白树 松树 还有一些檀香树等等 各种参天大树 见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念头要想 这个树是那么好看 那一定要供养 尤其是有些人坐车的时候 在路边经常看见 就是一颗颗的大树 或者一排排的在十过你的眼前 那那个时候 就是想供养诸佛菩萨 心里面一直需要这样的喘息 然后以前人们 刚开始出劫的时候 世间当中没有经过耕耘的 一些自然庄稼 就是自然庄稼 或者说白菊露珠也有 以他们的福报 而形成的一些自然庄稼 那么这些自然庄稼 我们心里面也要观想 供养诸佛菩萨 如果现在真正的这样的 未经过耕耘的 自然庄稼没有的话 平时我们在眼前看见的一些 刀天 霉天 或者是玉霉天 无边无际的一些天业 这个天业有时候 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就是在微风的吹动下 好像是一个金色的波浪 不断地在面面起伏一样的 这种感觉 就觉得特别地好看 不管是夏天也好 春天 秋天 天业一直在变不同的颜色 这种景象 一般我们在坐车的时候也好 在那里去的时候 经常也是看的 尤其是像新疆一带 东北一带 这一带有些天业 特别地广大 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观想能力 把自己眼前的这些景象 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这样当然功德是相当大的 同时他这里也已经讲了 就是各种白色 红色 黄色等各种颜色 就是所点缀着 或者是所装饰着的一些琥珀 这个世间上 出名的琥珀也比较多 比如说像东庭湖 朝阳湖 博洋湖等等 就是有很多 还有杭州的西湖 但杭州的西湖 我那天看见一个地理杂志 那个地理杂志里面说 好多湖比赛 比赛的过程当中 得到第五名 第一名应该是琴海湖 琴海湖古代的时候 也是非常出名 因为人们都赞叹它的时候 就像是嵩石变成大海 鱼石变成大海 有很多思学家 有不同的赞美册 那么第一个应该是琴海湖 第二个是新疆的卡拉什湖 卡拉什湖去了千年吧 我很想去 但是当时也没有取成 第三个应该是南卓湖 就是西藏那边的南卓湖 第三名吧 第四名是昌白山的天池 第五名才是杭州的西湖 也许杭州人听了以后 不一定高兴 但这不是我派的 所以确实这些湖泊 看见以后 大家也可能心里 有不同的感觉 因此我们看见这里以后 啊 这个景色很漂亮 这边给我拍个照片 那边给我拍个照片 从来都是不想供养诸佛菩萨 如果这样 我看我们到那边去旅游 特别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经常有机会 看见特别好的风景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名声顾家 或者有时候去一些 这样的圣地很有机会 但是最可惜的 心里面从来没有观想过诸佛菩萨 我那天听到有些人 他这一辈子到处都去草山 凡是基本上中国大多数著名的地方 都没有不去的地方 都已经去过了 大概是三四十岁的人了 他都去过 但是可能一次也没有发过这种愿 有时候看起来也是很遗憾的 如果你去了以后的这种感觉 跟没有去的感觉 可能是不相同的 你亲自去看了杭州西湖以后 心里面有不同的感觉 原来上师如意宝去杭州的时候 当时有一天我们在那边拍照相 上师说 杭州的西湖是很出名的 但确实是看了以后 也有不同的感觉 当时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赞叹 所以我想去了以后 可能是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们发过这样的愿 没有供养诸佛菩萨 这样恐怕很多人 没有想过 以前上师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 不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水池 琥珀 这些也应该供养 而且我们现在世间上的 北平洋 大西洋 然后印度洋和太平洋等 这些大的海洋 这些也应该 心里面观想 供养 如果我们乘飞机 越过这些海洋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应该观想 那么这样观想 实际上功德相当大的 我们平时的一些财物 这些 虽然我们有时候 吝啬心不能供养 有时候供养 没有那么多的价值 你们想一想 一座山麦 如果按现在的价钱 要买下来 需要多少钱 但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肯定是没有的 不要说是昆仑山 全部买下来 你包括阿那僧山 买下来 恐怕很多人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想大家平时看见 这样好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供养诸佛菩萨 应该供养三宝 有这么一个念头 这一点细微的重要 同时在这些琥珀当中 他这里也是已经说了 非常美丽的天鹅 天鹅发出鱼儿动听的声音 这种声音 然后听到了以后 人们都心里面 非常的疏忽 因为一般来讲 天鹅是在《非经》当中 应该说是 非常美的一种料 尤其是我们印度和藏地 许许多多的这些死人 许许多多的死学家 经常用天鹅作比喻来 赞叹诸佛菩萨的 美妙动听的三宝的声音 或者说有许许多多 这方面的赞词 所以我们平时也应该这样想 想他们发出的天鹅 发出的声音 不仅仅是藏地和印度 对天鹅 还有现在国际上的很多一些 比如说对音乐很有信心的 这些人经常是天鹅 什么天鹅之士 世间上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普趣 非常出名的这些人 经常用天鹅作比喻 来赞叹 一般来讲 我们藏地的很多的琥珀里面 都有白色 以前坎坡更和所说的那样 像银白色的白色的天 像双湖一样的红色的天 像黄金一样的黄色的天 还有蓝宝石那样的柳色的天 就是天鹅 有各种颜色的天鹅 以前上次如意宝都是讲过 我们学院附近的 在外面的一些小的河边 经常有一群黄色的天鹅来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经常来 这样说过 所以我们在这里观想的时候 这么好的琥珀当中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天鹅 然后再发出动听的声音 那么这个时候对人同时 有一种特别欢喜的感觉 那么这些美妙动听的声音 全部供养十方诸物菩萨 也只可以这样想 我想有时候 所谓的天鹅 不仅是飞青当中 有时候它可能比喻成人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以前那个丹梅 有一个叫做安兔森 他的一个童话故事当中 是有的 这个我不用说 也是可以的 除小鸭 意思就是说刚开始 有这样一个故事吧 说天鹅他的妈妈 当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 后来小天鹅 落到鸭子的群体当中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小天鹅他颜色也是灰色的 不太好看 很多小鸭子就经常欺负他 挖苦他 说 我们身体是如何如何漂亮 你长得如何如何难堪 后来逐渐逐渐 天鹅他的成长 成长以后 他就长得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好看的时候 其他的小鸭子就不好意思 意思就是说 除鸭子慢慢变成白天鹅 非常好看 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成绩 或者是长得也很难堪 刚开始的时候这样 很多人欺负他 欺负他 然后逐渐 逐渐 逐渐 这个人已经成长起来 那个时候别人也不敢欺负 也有这种说法吧 这就是我想 你们世间当中 也是一种说法 但我们平时来讲 确实是这么好的 美丽的这种湖泊当中 又发出天鹅的声音 或者发出其他的一些 飞禽的动听声音 也是特别的快乐 我最近听到不顾鸟的声音 心里很快乐 尤其是这次 早上念喜解脱的时候听到了 好像心里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我们这边一般都 喜欢观察缘起 不顾鸟什么时候听到呢 那么当年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我特别饿的时候 听到不顾鸟的声音 那么我这一年当中特别饿 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我最近听到不顾鸟的时候 正在念喜解脱课颂 我想今年应该好好地修行吧 也不好说 有时候民间的这些说法 恰恰相反 也有这样 也许今年很饿 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 不管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壮丽的一些山河 护壁 还有美丽的一些田野 园林 以及雄为壮观的一些 宫殿 殿堂等等 凡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景象 就全部都应该尽心地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以前汉地的很多禅师 他经常用一些 比如说春天的微风 夏天的梅花 秋天的教育 冬天的白雪等等 以这些来比喻 或者是赞叹十方诸佛菩萨 或者说赞叹他比较 生命轻人的一些环境 那么我们也可以 春夏秋冬的所有自然环境 自然的这些美 带到我们的心里 然后心里面缘去这些供品 再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总而言之 大家时时刻刻都是 只要看见一个月异的东西 就像《前行》里面所讲的那样 甚至我们看见 美娜美女的时候 也是第一个刹头 看见这个人很好看的时候 马上口里面说是 供养三宝 这是那个 诸佛菩萨应该是告诉我们的 所以不管以后在什么场合当中 在什么环境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些 悦意的对境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要供养上师三宝 这样以后确实是 自己在无意当中 也可以说是在顺顺便便 积累很多的资粮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所谓的修行 你不一定非要 定义而禅修 不一定在时时刻刻当中 或者日日夜夜当中 把自己实际的生活与修行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随炼三宝的意念不离开 这是我们 上等修行人的一种做法 希望在这方面 应该下功夫 首先可能有点困难 我们经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以前在这方面 根本没有串习 那么现在一下子改过来 恐怕有一点点困难 但我想这一点 也是不会特别困难的 那么下来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浩瀚虚空皆 一切无诸无恶 亦愿尽奉献 牟尼诸佛则 其亲圣佛天 百名拿无供 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吧 诸如此类 一生浩瀚无边 虚空皆众 清净刹土以及百具露珠当初 所有的无诸物 我均以心观想取来 把全部 自己心观想取来 祈祷供养 能获得大果报的殊胜佛天 为利益众生而接纳 祈求大慈大悲的尊主 慈爱的垂念我 而接受我这些供品 在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前面也是代表性的 一些自然界当中 比如说山川 海边或者森林等等 就讲了一些 咱们诸如此类的 所有的人间天界 或者说落叉界 或者叶叉界等等 世间各种无边无极的 宇宙世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供品 全部在心里面圆去 就是心里面去观想 观想以后 我们世间当中最殊胜的佛天 就是释迦牟尼佛 和他的大乘僧众 在这些僧众面前 我们一一地去供养 这样供养的话 它们是殊胜的佛天 殊胜的佛天 就像我们以前故事里面 讲阿那利国王 他的来源也大家都知道 给别人做简单的布施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供 对诸佛菩萨供养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样以后我们应该想 今生当中遇到 这样殊胜的佛天 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 心里面这样想 那么供养的时候 前面我们无足菩萨 所讲到的 供养的六种条件 也应该这样具足 或者说 印度的无足菩萨 在《菩萨地论》当中 也讲了五种条件吧 第一个 所谓的三宝 像无上的功德者 第一条 这么想 这个三宝 它有无上的功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都想 获得三宝 对我们获得无边的利益 这是第二条 这样想 第三条 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众生界当中 佛陀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是最最至高无上的 第三个 应该这样想 第四个 所谓的三宝 像昙花很难以 现在世间当中一样 非常难得 第四个 应该这样想 第五个 像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唯一的三宝 以这种念头来供养 第六个 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所有的世间 出世间的 一切功德的根源就是三宝 而且平时我们供养的时候 应该具足这六条 或者说我们前面 藏地的无知菩萨所讲到的 昨天我们讲义里面 所讲到的六条也可以 或者说印度的无知菩萨 在《菩萨迪论》里面 所讲到的这五条来要求 平时我们在寺院里面也好 或者在僧众面前供养的时候 我觉得许多人供养的 很多条件可能不太具足 大多数的供养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我获得平安 为了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顺利 这样的一种发愿 当然我们如果自己 遇到了一些违缘 困难 那个时候你就马上到寺院里面 去供佛 扫相供佛 然后在佛面前这样祈祷 有没有好处 有没有帮助呢 除了你前世不可逆转的 一些业力以外 当然是有的 所以我并不是 所有供养的时候 你一定要为利益众生 不能有自私自利的心 这个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每个众生的需求都是不同 所谓的三宝 是无上功德的来源 既然它是无上功德的来源 那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请求 通过《百业经》 通过一些佛教的经典里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在世的时候 也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施主 婆罗门 一些国王 他们也在三宝面前的 要求是不相同的 有些求自己的没有孩子 求死的也有 有些不下鱼 有些农夫在三宝面前求鱼 这种也有 有些自己特别贫穷 祈求发财 这样也是有的 所谓的三宝应该说是 除了你这个人 是业力非常深重的人以外 只要在三宝面前祈求 那三宝一定会赐予你的悉地 因此我们应该在 这么好的 殊胜佛田面前 大家应该这样想 我这次遇到了 这么好的 殊胜佛田 我在三宝面前好好地供养 希望三宝赐予我的加持 并且接纳我的供品 就是这样来观想 下面就是颂词当中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供养彼等之缘由 前面我们 上面我们讲了 无有诸人的 这些很多供品供养 那这样供养 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下面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福布我贫穷 无欲看公财 祈求赐互助 离我受刺空 有些人问 有些人是这样问的 为什么不供养自己的财物 而供养这些互助物呢 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 一分钱也舍不得供养 然后非要想自己 没有任何关系的 什么山和大地 或者是大海 湖泊 这些供养对我来讲 一点损害都没有 所以你这样供养有什么 就像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也是一分钱都舍不得 一说供养的时候 不供养不供养 一换供养就可以 一换供养就可以 这种做法是什么样呢 下面讲这个原因 由于我往昔 没有积累过福的资粮 所以极其的贫寒 除了这些供品以外 我实在是没有任何 其他可以供养的财物 当然自己一点没有 供养的财物的情况下 这种供养也有 有些虽然我有供养的 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像整个须弥山 或者说我们四大部罩 所有的这些大海 琥珀 那这些我用钱来买下来 恐怕是买一买不到的 这些应该买一买不到 即使你买得到 你即生当中是没有这个福报 你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以前的一些转轮王 以前的一些古代的大王 有这种福报 但现在我们再怎么富裕 恐怕是没有这个福气 我看见一些香港 或者南方的一些大老板 他们自己认为 也是非常有钱 然后我把这一座山买下来 其实一个小小的一座山 他认为我这一座山 全部买下来 我用花钱来买的 但我们现在 末法时代的时候 你福报再大也是 福报再这么大 也几百亩 或者地盘不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平时一幻观想 难道比范围更宽大 所以有一定的差别 自己实在是没有 上面所讲到的这样的财物 所以诚心诚意供养 期盼唯一利他的诸位护主 为了利益供养者我 而拿受者所有的供品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因为诸佛菩萨实际上是 在一些以前的 《药师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他并不缺这些财物 也并不需要 我们供养以后 他得到很大的帮助 并没有必要 为什么要供养呢 诸佛菩萨虽然 一切功德都圆满 所以不需要这些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供养 一方面断除我们 自相续当中的吝啬心 另一方面 我们依靠这种方式来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殊胜的对境 自相续当中的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很快的时间里面会圆满 有这些必要 所以我们这样想 十方所有的诸佛菩萨 我今天有观想 这么多的供品供养 那么你一定要以各自 不同的身边 神通力 接纳我所供养的 所有的供品 应该这样想 如果我们这样的一幻供养没有 比如说我拿了一点点钱 拿了一点点供品 实际上十方所有的 诸佛菩萨面前要供养的话 肯定供品 从我自己的内心角度来讲 也是恐怕供品 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以这样大量的供品 心里面去供养 有很大的功德 那么我们有人可能这样想 这样的这种供养 是不是藏传佛教的 一种特殊说法 还是真的是佛经里面 也是有记载 可能会这样想 实际上寂天菩萨 所讲的这些道理 大多数都是在《学集论》当中 也引用教证 比如说《三桥方便经》 《三桥方便经》里面 也是当时佛陀 告诉猪大菩萨 他是这样说的 具有三桥方便的菩萨 那么他用他的智慧 来接受十方的 所有的鲜花 花满 妙相 头相 以及山和大地等等 全部诸物的 就是没有诸人的这些供品 全部供养诸佛 所以在《三桥方便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记载 因此我们所谓诸物的这种供品 并不是藏传佛教 或者印度个别论师的 一些说法而已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佛教当中 亲口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在《报应经》里面 《报应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告诉眷属 说是善男子 三千大切当中 所有的花 果等等 所有无诸物的这些供品 全部用心来依换 然后白天三次 晚上三次 也就是诸一六世当中 三次供养 十方诸佛菩萨 这样有无数的功德 并且功德回向给众生 所以通过这些 刚才《报应经》 《三桥方便经》 这些大乘经典的道理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知道什么呢 诸物的这种供养 一定是 释迦牟尼佛大乘经典里面的 最甚深的一种义趣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这方面去供养 当然在供养的过程当中 现在世间上有这样的情况 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平时心里面观想就可以 随喜就可以 意幻就可以 实际上 真正让他供养的话 在家里面佛像面前 坐一盏灯的这种蛇行也没有 供养一根香 也是舍不得的 有些什么都是 口里面说得特别漂亮 一定要全部是空心 一定要大悲心 但实际上 比如说放生的时候 买一条众生生命的钱 也是拿不出来 舍不得拿 也可以这样说 原来我有一次看见一个 说是几亿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大老板 他说 我们要放生 我们要放生 我很高兴 他肯定拿出了很多钱 结果第二天真正要放生的时候 拿出一百块钱 然后一般来讲 你看几亿人民币当中 拿出一百块钱 应该说是一根汗毛都不入 但有时候人的这种根基 当然成熟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根基成熟的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有些 当时我在《日记》里面也写过吧 学院当中有些人 连自己连吃的都没有 但是钱全部卷到做放生 也有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智慧的力量 信心的力量 悲心的力量都是不相同的 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修行 并不是全部用在 特别好听的语言来解决问题 这不是一个办法 虽然我们在佛经当中 有随喜的功德 跟亲自作的功德一样 还有一些意幻供养的功德 也是超过了我们一般的供品 又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们刚才 在颂词里面所讲的那样 那么它的意义 也就是说 自己实在是 没办法贫穷的人 这种人作为一些出家人 或者作为一些佛教徒 那你自己真的特别贫穷 你觉得在四方诸佛菩萨面前也好 你的上师面前也好 你那个实在是 没办法供品的话 那你心里面也是可以供养 那你自己明明有 然后一点都是不供养 然后口头上说得很好 看怎么样 不知道 特别一个富贵的人到你的上师那里去 你就说 上师啊 我准备给你供养太平洋 杭州的西湖 哇 你这样说的话 不知道这个上师是怎么态度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总的来讲 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也应该凭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这个很重要的 没有一点信心 当然自己这些供品 对真正的一些上师和善知识来讲 应该说对这些财物供品 应该说他个人来讲是不会贪执的 如果他贪执 那么就是说明 真正的大乘三知识的法相不具足 前一段时间 我们不是讲了吗 大乘三知识的条件当中 这个上师很喜欢财产 这个上师很喜欢富裕 没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大乘三知识的条件 唯一的就是大乘佛法 遇到生命危险 也不舍弃的 然后对大乘经典精通无碍 这就是大乘三知识的一种特点 但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是 好的三知识和不好的上师 也是识论混杂 分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应该作为佛教徒 徒劳清醒 首先一定要观察 然后你该供养的 具有真正法相的三知识面前 再把自己的供品 献上也是很好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 恐怕最后自己也是会伤心 最后功德也是得不到 很伤心 所以一般来讲 你一般不认识的 或者是刚来了一个人的时候 你随随便便供养 供养完了以后又后悔 这样也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真正想供养 其实先发供养最好的 对真正的上师来讲 我想这个人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闻思修行 那么这个上师肯定会高兴的 这个上师 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快乐 唯一快乐的方法就是佛法 佛法 我这次也很高兴 为什么呢 这次除了我们山沟里面的 有些道友以外 就别的一些 以前对我个人也好 对学员也好 很多人确实有一定的恩德 有这些人 可能有听受的机会 那么我平时遇到他们的时候 也是很感谢 他们有很多方面帮助 有这种情况 但是心里面 光是有一种感谢之情 或者口头上说个谢谢 可能保护到什么时间 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这种恩德保护到的 但我想唯一地 听了佛法以后 作为我有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 我口里面的佛法 应该说是上师们传下来的佛法 大的方面 应该说是没有错误 当然小的错误 那肯定是有的 这个不仅是我 任何一个人 只要是凡夫的话 肯定有说话方面 肯定有错误的 我想这个事也不敢保证 但我的意思就是讲 他们如果得到了 一些佛法方面的利益 这就是真正的利益 真正的 平时我到一些城市里面去的时候 在人群当中见一见 或者互相说个好话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除了一些其他的财务商 其他的一些帮助 对他们来讲 也并不是究竟的利益 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最好的利益 就是佛法的利益 所以我想 我们作为佛法的利益 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发供养是最殊胜的 然后发供养的话 中间没有什么仇恨 世间上的人们是这样的 一些财供养的话 刚开始你们之间 关系好一点的时候 你跟这个上师 那个佛夫 那个堪布 那那个时候 你也急着去供养 那过一段时间 你们这种世间的关系破裂的时候 你就开始互相说过失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应该作为法供养的话 那么你当下上师也很高兴的 而且以后没有什么 遗留的 就是怎么说 在这方面一些各种说法 创伤都没有 所以大家也应该对上师们 作发供养为主 我认为发供养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平时 刚才所讲的那样 遇到了一些悦意的对境 好看的善业好 或者是世间的 各种美好的境物的时候 你应该心里面供养 心里面去供养 这一点我认为 作为大乘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有些海外的一些大德 他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也经常讲这方面的一些因果 或者是供养 这方面的道理 大家应该按照这种教言 这个教言的理念去做改正 这样以后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和利益 所以我们平时到了一些 比如刚才所讲的一样 一些好的地方 不应该没有意义的思想 或者说一些行为 来设置自己的三门 应该第一个好好地想 供养十方诸物菩萨 然后自己发愿 以前上师如意宝 经常到一些深山也好 或者是一些海边 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不发愿的 没有一个不念供养咒的 所以我们平时大家也应该 以普贤心愿品里面的偈颂来作供养 心里面如果什么其他的咒语 什么都念不来 那么供养三八 供养三八 这四个字我觉得 大家应该会说 平时我们有这样一种串习 不管是到哪里 可以用得上 这一点比较重要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